所谓肢体肢笔副主席温德卫 直询乡公所推办传统技艺 节庆大小活动效益低 建议审下活动经费 改推办医疗补助 提供乡民实质的照顾 而另外曾在乡公所服务多年的 温德卫直询建设科业务进度 职场环境不佳 以及违反两性平等问题 遭建设科长反驳 并以维护个人隐私为由杠上副主席 双方激烈争执 除了既有的国定节庆礼俗活动 佐治乡公所也推办 布农族以及泰鲁阁族传统税 实际以获着各类农特产品行销推广活动 但是效益如何 副主席温德卫直译建议审下活动经费 来推办医疗补助 提供乡亲实质的照顾 我刚才有那么多的活动 你们用在那个地方 把经费消费在那个地方 真正需要补助的就是这些病患 我们现在 如果我要问 我要问你说 我们现在洗剩的有几个 还真的有几个 大概你们也不会去了解这些 因为你们没有想到说 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此外副主席温德卫也质询 关注太平文件站建议用地空间 以及综合办公室辟件规划案 作业进度 而曾在相公所服务多年的副主席 知己知彼也接获诚勤反应 因此特别咨询建设客建设工程计划 执行率低 讲诚办法不公 职场霸凌 违反两性平等等等 现场震惊 过去的建设客图目是只有两个三个 一样一百多件工程一样是照办 那现在那么多的人你们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看不出来 来第二个 为什么你的那么强那么厉害的这些技师 一个一个走开 我问过答案 你可能知道也不行 你会不承认 因为他不想跟你共处在一个客室里面 副主席直询提点乡长细查误网误众 被寻的建设客长即刻澄清反驳 并以维护个人隐私立场护杠 双方激烈争执 上去港口是海产吗 那并非是跟厂商 那是我们自己出的钱 谁出钱 我当然我是没有请过问这个 但是已经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那你这个部分 你客长出席 你可以自己请你车子 为什么一定要带去世人 因为他当时手上 那个时候的公务车已经都借光了 双方护杠争执 眼看就要失控 乡长田贵花立即起身 向主席李贵英反应 对立一触即发的时刻 直询实践中了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势就此打住 香奈会定期会第二天的乡镇总执询 议程在一片诡谓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记者石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最后终以下来进行比较 一定会是出席的 边缓面 现在平均的边缓 写了 最后先放写 我们最后